明後天,綠營那邊他們出動了副總統 總統先後要到台中來幫忙造勢 那我們這邊明後天會有什麼樣的卡斯綠營人期待 可不可以講一下 其實我們覺得選舉到後期 這個緊鑼屁股大家在街頭上面掃街拜票 已經對群眾造成很多的不便 所以我們也希望群眾能夠多多體諒 所以你看我們的現在車隊都很簡單 盡量的減少用路人的不便也怕造成人家這種危險 但是其實我想總統是全國的總統不是林靜宇的總統 他自己可以做專機,別人沒有專機 只有他可以做專機 那其他的部會首長 你看他們來就三次交管 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長 只有他們三個有交管 他們三個都來 對不對 那三個都來造成的這些 對人民的這些影響 對…對…對… 我不知道這影響有多大 他們一點都不在乎 他們一點都不在乎 他們… 那這是其中一項 那當然…其實… 呃…對於我們來講 這場選舉本來就不對等 這就是一個國家 對…一個國家… 現在是總統跟副總統同台是很危險的 有國安餘力的 告訴他們一下好不好 然後…呃… 他們三個都可以交管的人 擠在一起 然後再加上幾十個立委 再加上這些人 再加上幾百台遊覽車 再加上幾千位動員來的群眾 甚至於上萬位 齁…然後…呃… 這個這樣子造成… 可以…可以啦…可以 就是可能會… 買多一點的便當 然後買多一點的茶水 齁…那…除此之外 留下什麼 留下…辛苦的清潔隊員 齁…